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东西 生活在末地的一个和平生物 它驯服起来特别的简单 只需要吃一些紫松果 就可以变成我们的伙伴 来给它一个直进驯服 那现在的话咱们给它放上一个鞍 咱们就可以齐行了 但是还不够 咱们还需要一个紫松果掉杆 来合成一下 好 有了紫松果掉杆之后 咱们就可以控制它的方向 让它去哪儿 它就可以去哪儿 你看 这个速度稍微软慢 但是我觉得还行 大家看一下 怎么样 可以吧 完成了一个成就 这什么东西 不管了 其照莫隐缓步兽 遨游在虚空当中 我们骑着它去找末地层 肯定特别简单 不过这个速度 不行呀 虽然说它可以飞 但是我觉得这个速度也太慢了吧 飞了好几分钟 才飞到了对岸 算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期也罢 我们还是自己走吧 其他太慢了 直接下 好 我们下船 别跑 我的安安 这个安安怎么取下来 别别别 不行 把它干掉 我的安安需要给我留下来 好 解决 OK 那接下来的话 咱们要去寻找这个末地层 不过我们的墨影只眼不太多了 我们再打些小黑吧 我们来搭建一个两格高的空间 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打到小黑 但是小黑打不到我 看到没有 他打不到我 我们把附近的小黑全部都吸引过来 来来来都过来 过来打我 快来呀 咱们都过来 算了就这样吧 我们打些小黑 好的 十颗墨影珍珠够了 我们寻找墨地层 这边看到一个 但是这个墨地层是没有墨地船的 那就算了吧 我们就不进去了啊 这边还有这个怪 这个叫什么来着 墨影式军体 哦 这个东西是有病毒的啊 它让我远离墨地 哎 这边还有个小型的建筑 过去看一下 这是什么呀 哦 一口井吗 还有些按钮 但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没用 得了 走吧 我们找下一个墨地层 哎呦 走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哎 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我记得啊 复刻怪 它可以复制我们的装备 这玩意儿我们打不过 它特别的厉害 这又是什么 又是一个建筑 这东西 也没有箱子呀 把里边拆掉 好像什么都没有 哎呦 算了算了算了 不能被沿途的风景吸引啊 我们还是要找墨地层 终于找到了 兄弟们 翘翅 近在眼前 我们不去这个墨地层啊 直接搭方块 搭到墨地层 先把这个翘翅拿了 这是我们的老规矩是吧 先拿了翘翅 我们再去墨地层里边探索一下 这个 整个吧呢 应该是有很多特殊的建筑的 一会儿我们去墨地层里边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来了 先拿翘翅 哦 爽 天空极为极切 再把这个切眼杯给它干掉 OKOK 箱子 哎 锻造模板 哎 不过这个锻造模板是 什么呀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 还有把针石杆 哎 管它了 肯定是好东西啊 好了 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一下 这边有这个治疗药水 咱们可以拿一下 小心 两瓶瞬间治疗药水 把它装在我们这个背包里边 到这边来看一下啊 我们既然来了 必须要收集一些潜影壳 对吧 回去之后咱们可以做一些潜影箱 来 哎 被击飞了 好 取得一个潜影壳 我们借助这个浮空 直接飞上去 这边还有一个 好 解决 我们直接上去 哇 这炮弹真多呀 先上 先上 别急 还擦最后一个潜影背 我们直接用弓箭把它射下去 一箭 OK 解决 先把这个潜影壳拿下 快下去 放我下去 快快快 OK 这边还有一个 先看箱子 又一个锻造模板 还不错啊 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用的 它好像要比普通的锻造模板 更加厉害 我先拿下这个潜影壳 OK 我们去下一个 潜包里边看一下 普通的锻造模板 需要用钻石 还有这个 锻造模板来复制 但是这个需要用到 下阶合金地 绝对是个好东西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箱子里边 还有没有这个东西 后期肯定是用得到的 好多钱一杯 不过没有关系 果然还有一个 现在一共有四个了 还有一把钻石剑 OK 差不多了 兄弟们 心满意足 咱们现在直接回家 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们终于有翘翅了 不容易 直接 起飞 没有换 我真死了 先把东西整理一下 这一次的收获是真的多呀 真不错 我们一共可以做三个潜影盒 不是很多 但是目前也够用了 如果后期需求比较大的话 我们再去搞一些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给翘翅附一个膜 来一个耐久三 有了耐久三之后 我们还缺经验修补 所有的装备都缺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主要目标 可能就是要搞图书管理员了 最好先搞一个村民繁殖所 让他们先繁殖起来 那这样吧 我们先出发去沼泽地 我们去搞一些退下的蛇皮 做下套索 有了套索之后 我们抓村民什么的比较方便 但是家里边一个火药都没有 有了翘翅却不能飞 真悲哀呀 大家 对 识 细 识